习近平主席向2023中关村论坛发来的贺信 在与会人士和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加大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 共同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迭代创新 让科技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本届中关村论坛共有近200家外国政府部门 国际组织和机构参与 近120位顶尖专家将发表高水平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与会嘉宾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携手促进科技创新 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向中关村论坛发来贺信 我们倍感振奋 在过去可以说我们是国际合作的受益者 未来我们要继续和国际同行 共同努力营造更好的合作环境 推进学科的发展 以及将成果汇集人类 我们将持续不断地努力奋斗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备受鼓舞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更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大家携手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加强国际交流科技创新 为构建能力命运共同体 做出我们科学家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 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 国内外人士认为 这体现了习近平主席 对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大势的动机 体现了中国的胸怀和担当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提到了一些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论述 中国完全致力于和其他国家合作交流 这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 整个国际科研系统中的主流成员 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 正在助力驱动全球科技进步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可以看出 他非常了解目前科技发展的问题 并且有了对策 必须大家通力合作 共同发展 我要回去告诉我的同事和学生 中国在国际交流合作中 是有计划性的 习主席这次贺信特别强调 科技的发展 应当进行更多的国际协作 中文村论坛不仅仅是集结了 来自于全球的高科技最高的智慧 更关键的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使我们的学者 政府和产学员界 能够协作起来 共同解决哪些问题 共享哪些机遇 贡献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 北京要在前沿技术创新 高精尖产业发展方面 奋力走在前列 北京将进一步发挥 教育 科技 人才优势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总书记为我们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做好更好的科技工作来打造我们的科技高地 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建设 能够为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六计 来做出更多的工作 创造我们新的贡献点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着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进一步深化中关村先行先式改革 营造国际一流的开放创新生态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服务国家科技自力自强和首度高智能发展 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紧密围绕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智能网联汽车 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领域 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交叉研究平台的作用 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 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